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,上海当地时间5月11日 有人发文提到,自3月28日开始,上海当局宣布执行严格疫情封控措施以来 相关新确等阳性个案仍然未达到,官方的动态清零的目标 因此在当地时间5月10日,上海市环境整治潇洒工作专办副组长,朱建伟副主任 新城在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,介绍上海近期清洁消杀攻坚行动的情况 提到,对上海前市1.3万个住宅小区的公共空间和部位开展全覆盖消杀 针对此项政策,许多网友在网络上披露的视频提到 当自己隔离后回到家时,床上、地上、家具、冰箱的表面全部被喷药水、冷冻肉全部扔出来 丢在地上,并且相关食物、物品展落一地 有的食物已经达到发霉、发臭、厂区、满屋子、苍蝇的地步了 当然,还有更厉害的是,黑龙江网友的视频提到 自己隔离回家,发现自己购买的食品全部被扔掉 之前的贵重物品被带放在家中的现金6000元人民币全部被拿走了 虽然自己向机委会和防疫部门反馈均得不到有效解决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